同样是保护领土 为什么左宗堂名垂千古 赵尔峰就被人拉出去砍头 对于赵尔峰这个人 他争议很大 有人说他是保护领土的英雄 但也有人说他是屠杀百姓的刽子手 咱们先了解一下赵尔峰这个人 赵尔峰他出身于清朝八旗当中的汉军旗正兰旗 他们家族之前一直是在辽东地区做官 他的父亲赵尔颖在道光年街就中过晋识 而到了赵尔峰这一带 他们家兄弟有四个人 分别是老大赵尔镇 老二赵尔旭 老三赵尔峰 还有老四赵尔翠 这其中老二赵尔旭就是后来编清史稿的那位 这各四个当中 老大老二还有老四都是考科举中了进士 唯有老三他就不是考试的材料 所以后来家里人就干脆花钱给他捐了一个官 赵尔峰这才开始出任山西静乐之县 赵尔峰到了山西之后 很快就被时任山西巡抚西梁看中了 此后官路也是一路开绿灯 西梁每一次调任都会把赵尔峰一起带走 到了光绪二十九年 西梁升任四川总督的时候 赵尔峰也被西梁顺手带到了四川 担任四品的道员 这一年的赵尔峰人都已经58岁了 按理说再过几年就可以回家退休养老 可就是在这一年英国人跑到西藏闹事去了 同样是在光绪二十九年 英国上校荣赫鹏率领的近万人的军队 从印度经西津进入西藏 然后就开始一路进攻 当时藏区内的藏军是奋起抵抗 其中在今天日卡泽东部的江兹境内 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被紧急征召起来抗英 藏军的武器十分落后 在几方劣势的情况下与英军激战 最终是损失惨重 到了七月七号 宗山城堡失守 守卫城堡的藏军不愿意被俘 全部跳崖 到了八月份 英军占领了拉萨 当时的西藏虽然经过清高宗乾隆时期的 金平撤迁来控制宗教势力 但是他和清朝内地相比 他当地本土的统治阶级依旧是根深蒂固 这些本土的势力看来既然打不过 那又不打了 他们就和英国私下签订了拉萨条约 这个条约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鼓动藏区独立 那清朝那边看到条约之后 立马就不干了 这都1904年了 这几年签的条约还少吗 我自己签也就算了 你们当地人竟然还背着我签 对此是坚决不承认 表示这一账钱我可以赔 但是这个地你不能再拿了 清朝和英国谈判完之后 转头就开始收拾藏区的地方势力 朝廷这边先是派遣奉权出任驻藏大臣 对西藏开始整顿 这位驻藏大臣一到任 就开始新世纪的改祖归流 废除藏区的世袭吐司 改由流官来接任 这个奉权还到处去拆寺庙 打算在这里面破四旧 一下子就把当地的旧贵族给搞得受不了了 于是就在1905年 当地贵族联合宗教势力杀死了奉权 咱们可要知道 驻藏大臣那可是正二品的官职 这下就把朝廷给惹毛了 清廷下令给四川总督西凉 让他派一个能干的人去平定藏区 西凉先是派了四川提督马维奇入藏 但是他又担心马维奇搞不定 这个时候他就立刻想到了赵尔峰 于是赵尔峰就出任建昌道道员 率军入藏接应马维奇 这个时候的赵尔峰他都已经60岁了 而且他之前也没有过带兵的经验 但是不得不说 他确实是有带兵的能力 在建昌道台的任上 赵尔峰是亲临一线 亲自指挥剿灭了领头反叛的巴藤吐斯 随后用武力的手段强行推动了改赌归流 废除了礼塘德格等地的旧吐斯 从此川西大部分地区 都变成了和内地一样的管理模式 降低了宗教势力对这些地区的影响 到了1906年 清廷为了对付英国支持的嘎夏政权 就设立了省一级别的川滇编务大臣 用来管理川滇藏区的编务 这个川滇编务大臣就是由赵尔峰出任 就这样赵尔峰一下子就成了封疆大力 1908年 他的哥哥赵尔旭出任了四川总督 赵尔峰出任驻葬大臣 除了继续改土归流之外 他还不断地发展藏区的经济 等到了1909年 赵尔峰率军西征 收复了此前被英国扶持的傀儡政权 嘎夏政权夺占的江卡等地 一路打到了江达松 基本上是收复了大部分的藏区 而且是在这个期间 他还提出了藏区贵族必须给农奴劳动报酬 从行为上来看 赵尔峰他确实是保护领土安全的功臣 咱们说他是左宗堂第二也都不为过 直到1911年 他的哥哥赵尔旭调任了东三省总督 赵尔峰由驻葬大臣调任四川总督 这个也为赵尔峰后来被砍头示众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就在他担任四川总督的这一年6月份 四川爆发了保禄爱国运动 蜻蜓下令镇压 等到了8月份 赵尔峰返回成都之后 他采取的方式和在藏区评判一样 就是铁拳铁腕铁石心肠 大肆的杀害革命党人 民众在总督府门前请愿放人 结果清军开枪打死了不少人 这一下子就把四川给搞乱了 这一年的10月 武昌起义爆发 11月6号 赵尔峰被罢免了四川总督 27号 四川宣布脱离清廷 12月8号 成都爆发兵变 大家都觉得这是赵尔峰吊唆的 到了12月22号 赵尔峰被斩首示众 大家发现没有 在1911年10月份之后 这个时间线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快 赵尔峰从一个封疆大吏 最后被斩首示众 从一个英雄沦为公敌 这一切都只是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内 关于赵尔峰这个人的争议 他就在于 你要是按照古典中国儒家的标准来看 他确实是一个忠臣 他忠的是清朝 是忠于家天下的封建皇帝 而且他确实是为领土的完整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他偏偏又处在近代史的浪潮期间 他效忠的是一个即将要倾复的王朝 他也没有办法去意识到 这些反封建的新事物 与之前反抗朝廷的那些叛军 他有什么区别 当他选择站在落后的千王朝的那一头 那最终也只能够是沦为 旧王朝屠杀的贵子手了 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始终是一体两面的 各种各样的矛盾 都会在发展当中 蜿蜒曲折地向前推进 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